哈喽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渡航会的 宣任全国主持人会 晚上好 今天呢我在我们讲课题之前呢 我还是跟你们讲 这个CAMELA论蒙呢 不是你们的问题 是我的手机啊 那个屏幕啊 破了哦 然后刚刚好就破到那个镜头那边了 可能你们看不到我的很帅的脸哦 看到这个蒙蒙 你看蒙蒙啊 哎呀 好了我没有钱还了 我没有看了一下 OK好 结果正结今天是我们的世界狮子日 所以今天非常荣幸的 可以庆祝这个世界狮子日 因为世界狮子日这个活动 你也有 有最 不好意思 笑场了 有最棒的世界狮子日 所以啊 有最棒的世界狮子日的这个活动 为什么 等一下我的笑 我过来过来 OK 各位不要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有最世界狮子日的这个 有关于这个活动呢 因为狮子日 现在是比较面临这个 冰临绝种的这个问题在里面 就是要我们这年轻人 要我们这些动物保护者出来保护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很重要的问题来的 所以各位 保护动物是一个跨越国家 跨越种族 跨越宗教 跨越政治政治的一个保护动物的一个课题 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所以我希望 对于狮子需要给自己多一点的关照 然后也需要给予其他动物的尊重和保隆 所以这个作为动物保护协会的会员 作为动物社会的主席 作为动物社会的领袖 所应该要做的一个表算 一个职责 动物保护不是爱好 不是兴趣 而是工作 是职责 所以在这里我代表马来西亚动物生园全体会员 向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受内在的狮子 为他们讲话充当狮子的嘴巴 充当狮子的声音 这个是我们动物生园会的 一路以来的宗旨和目标 所以各位在这里 我希望大家可以秉持着动物保护的这个宗旨 和目标向国际迈进 向动物保护最终的目标迈进 所以在此我代表马来西亚动物社会 向各位这个普通的民众 或者是各位领袖 至于最高的这个狮子的快乐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的聆听 我们动物保护协会主席也就是我了 虽然你们今天只是聆听 但是虽然我的手机屏幕破碎了 但是还是看到我的不用怕的 虽然我今天几度笑场了 因为我一直看到这个破碎 我一直会想笑 这个破碎 大家看到它蒙蒙了 是吧 OK 好回到正题 所以在这里非常感谢 所有的动物保护协会领袖 所有的动物会员 在这里秉持秉立的 帮助我们动物保护协会 更上一层楼 谢谢大家